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它说呢设k是实数 而且呢二次方程是x平方减6x加k等于0的两根呢 皆是虚根 OK都是虚根 那要我们求k的范围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呢都是实系数多项是1嘛 负6嘛 还有呢k OK k也是实数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判别式来判别什么呢 这整个的这个方程式呢 它的根是什么样的性质 那我们知道呢 两根皆为虚根的时候呢 它的判别是d呢 就应该要小于0 那我们的判别是什么呢 是b平方减4ac嘛 b平方减4ac是什么呢 b平方是负6的平方 减掉4 乘上呢 a是1 然后再乘上c是k 所以呢就是36 减掉4k 然后要怎么样呢 判别是我们要小于0嘛 所以令它小于0 那经过简单的计算 你就会发现 4k呢一向过去 4k应该要怎么样 要大于36 所以呢k就要大于9 OK 所以呢k的范围就是k大于9 这一切就结束了 所以啊 关于二次方程式 只要它告诉我们说 诶 这两个根呢 是重根 还是实根 相意实根 还是虚根呢 我们就可以去 返回去写出呢 我们判别式的条件是什么 那刚刚好呢 我们在写这个条件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解出k的范围了 所以这个题目并不困难 但是观念很重要哦 有关于二次方程式